大家好,我是小莉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朝鲜族特色美食 辣闷明太鱼 做法简单,香辣又好吃 准备三条清理干净的明太鱼 准备葱花,蒜末,香菜段十两 我们先用刀在明太鱼的身体两侧 勾划上几刀 这样勾方便入味 切的时候不用太用力 轻轻的划开就可以 把明太鱼凉水下锅焯水 大火烧开以后即可关火 捞出来控水备用 在碗中准备两勺朝鲜族辣酱 加入半勺白糖 甜适量 两勺一瓶鲜酱油 加入适量的鸡粉或者牛肉粉都可以 再加入少量的清水 用勺子把酱料调匀 在碗中放入两勺细辣椒粉 再加入一半的蒜末和葱花 再次搅匀以后放到一旁备用 热锅放入适量的植物油 油热以后下入剩余的葱花和蒜末 小火炒香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大约能没过明太鱼一些就可以 不需要太多 然后下入明太鱼 再把调好的酱汁浇一些在明太鱼上 这样更方便入味 把剩余的酱汁倒入锅里 然后加盖 大火烧开以后转中小火 我们用15-20分钟 炖鱼的中途我们可以看一下 可以用小勺浇一些酱汁在鱼的身上 这样更会入味 时间差不多了以后 我们大火再收一下汤汁 看汤汁已经变得很浓稠了 然后撒上香菜段 再关火就可以装盘上桌了 我们的辣闷明太鱼就做好了 这道菜的特点是非常的香辣爽口 鱼肉又很鲜嫩 不论是配啤酒还是米饭都是非常棒的 喜欢的朋友也赶紧试一下吧 我是小丽 明天见